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在黑板上又是哪个大财子写的 老师 我写的 高扬 又是你 现在男女低伪变 农村到处滚汉 订婚彩礼几十万 没车没房靠边站 父母围着农田转 辛苦一年不上万 不够姑娘记项链 女房子有话语去 交费减少没够完 丑女也能嫁美男 哎 还是古代男人最幸福啊 连鸡和狗都能取上媳妇 你这是小鹿飞飞 不知道就不能在那里胡说八道 虽然在古代封建社会 女性的地位比较低下 但也不像你说的 随便就嫁给鸡和狗 这里的鸡和狗 其实是起和首的谐音 原文是 嫁起谁起 嫁熟 谁熟 意思就是 在封建社会 女性的婚姻不能够自主 即使是嫁给又要犯的乞丐 或者是白发苍苍的老头 也得要任命过一辈子 即便这样 在古代 男尊女卑 但也涌现出了很多 金国英雄 女中豪杰 比如 出赛匈奴的王昭君 替父从军的花木兰 领兵挂帅的穆桂英 千古才女李清兆 还有一代女皇武则天 以及 老师还有一个 独四谱大郎的潘金莲 你散熊吧 你也是来学习的 都学会抢达了是不是 你站着去 啊 都